大家好 为啥四川人做的水子肉片 那么麻辣鲜香又好吃呢 原来做法有技巧 接着呢 就分享四川水子肉片的详细做法 首先准备适量的里脊肉 这块肉腌制出来的口感 特别的嫩滑 先将它顶刀切成一门硬币厚度的片 接下来开始腌制肉片 加入适量盐入底味 适量白胡椒粉 适量鸡精 适量料酒 适量生抽 一个蛋清 用我的左手开始抓拌均匀 下一步加入三小勺淀粉 加入淀粉能够让肉片更加的嫩滑 抓拌均匀放一旁腌制二十分钟 让肉片入味 接下来准备一颗卷心菜 用刀中间给它硬身去掉 然后将它切成方块 再给卷心菜抓散 将它放入水中 好好的给它清洗干净 接下来准备一颗卷心菜 接着放入漏网中备用 洗净的芹菜切成均匀的段 这两样菜可以换成自己喜欢的菜来吃 下面开始准备小料 小葱适量 切成葱花 少许生姜 切成片就行了 大蒜多来一些 拍散后 剁成末 下一步锅中来少许食用油 油热下入葱蒜爆香 下入转心菜 芹菜开大火翻炒 给两种蔬菜炒软炒熟 不喜欢炒 咱们也可以用水来煮 我们将炒软的蔬菜 装入一个大碗中 接下来锅里来少许食用油 开小火 来一勺皮线豆瓣酱 将豆瓣酱 搬炒出红油 接着加入过滤后的长姜水 加入一块牛油火锅底料 这样会更加的提味 适量的生抽 适量盐 一点点白糖 综合口味 再加入几片姜 汤汁烧开后 再煮两分钟 让调料的味道充分的释放出来 时间到了 用蜜肉勺把所有的调料捞出来 然后我们把火关掉 散开着下入肉片 先不要翻动肉片 让肉片静止三十秒 防止肉片脱僵 时间到了 开大火 让锅内的温度逐渐升高 用勺子轻轻的推动肉片 让它受热均匀 等所有的肉片发白后 就证明它已经熟了 接下来把肉片盛入大碗中 倒入味道浑厚的汤汁 根据个人的口味 加入辣椒面 葱花和蒜末 倒入滚烫的热油 激发出浓郁的香味 最后撒上口感麻麻的青花椒粉 这样一道麻辣鲜香的四川水煮肉片 就做好了 肉片口感滑嫩还入味 真的是太好吃了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伸出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关注蓝牙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